马斗福音第七章 你们不要判断人,免得你们受判断。 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,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。 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,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。 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,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? 或者,你只能对你的兄弟说,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,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? 假善人啊,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,然后你才看得清楚,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,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珠前,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,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。 你们求,必要给你们,你们找,必要找着,你们敲,必要给你们开。 因为凡是求的,就必得到,找的,就必找到,敲的,就必给他开。 或者,你们中间有哪个人,儿子向他求饼,反而给他石头呢? 或者求鱼,反而给他石头呢? 你们纵然不善,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,何况你们在天之父,岂不更将好的赐于求他的人? 所以,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,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。 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。 你们要从窄门进去,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,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。 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,路是多么狭,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。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,他们来到你们跟前,外披羊毛,内里却是凶残的豺狼。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,荆棘上岂能收到葡萄,或者吉林上岂能收到无花果。 这样,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,而坏树都结坏果子。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,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,必要砍倒,投入火中。 所以,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。 不是凡下我说,主啊,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,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 到那一天,有许多人要向我说,主啊,主啊,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,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,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? 那时,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,我从来不认识你们,你们这些作恶的人,离开我吧。 所以,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,就好像一个聪明人,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。 雨淋,水冲,风吹,袭击那座房屋,他并不坍塌,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。 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,就好像一个愚昧人,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。 雨淋,水冲,风吹,袭击那座房屋,他就坍塌了,且坍塌得很惨。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,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,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,不像他们的经师。